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风筝,鲁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 灰黑色的突树枝,压岔于晴朗的天空中 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 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 唐听到沙沙的风轮声 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泻风筝 火嫩蓝色的五宫风筝 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 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 灵灵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 但此时地上的洋流已经发芽 早的山桃也多吐累 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 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我现在在哪里呢 四面还都是严冬的肃沙 而久经绝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 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向来是不爱放风筝的 不但不爱,而且嫌恶他 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儿 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 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吧 多病,受得不堪 然而最喜欢风筝 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 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 有时至于小半日 远处的解风筝突然落下来了 他惊呼 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 他高兴地跳跃 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 可比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 似乎多日不狠看见他了 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时哭逐 我恍然大悟似的 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 推开门,果然 就在尘封的食物堆中发现了他 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 便很金黄地站了起来 湿了色,色缩着 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 还没有胡上纸 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 正用红纸条装饰着 将要完工了 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 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 这样苦心故意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意儿 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蝴蝶的一只翅骨 又将风轮置在地下 踏扁了 论掌幼,论力气 他是都敌不过我的 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 于是傲然走出 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 后来他怎样 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 在我们离别的很久之后 我已经是中年 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 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于是二十年来毫不一击的幼小时候 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 呼得在眼前展开 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千块 很重很重地坠下去了 但心又不禁坠下去而至于断绝 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坠着 坠着 我也知道不过的方法的 送他风筝 赞成他放 劝他放 我和他一同放 我们嚷着 跑着 笑着 然而 他其实已经和我一样 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不过的方法的 去讨他的宽恕 等他说 我可是毫不怪你啊 那么 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 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有一回 我们会面的时候 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文 而我的心很沉重 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 我便叙述到这一劫 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 我可是毫不怪你啊 我想他要说了 我即刻便受了宽恕 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吧 有过这样的事吗 他惊异地笑着说 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 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 毫无怨恨 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 无怨的书 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 我的心值得沉重着 现在 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 既给我久经失去的儿时的回忆 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 但是 四面又明明是严冬 正给我非常地寒微和冷气 但是 你可以 感到 Base 赞 得 面 你就 让 人